國際班 從現在開始對國際的情報要改變 因為國際班已經結業 所以要請各位眾將官 大家早上 大家好 好 因為照美國軍事政府USMG 所協調 你上完國際班 你可以做台灣民進府將來 不是做將軍還是官員 所以叫你們眾將官 你們想國際班 結業以後有幾項的管理 第一就是 從現在開始去日本的時候 你們可以參加我們的團 我們今年一樣在八月十五 八月十五 可以去日本進國神社 和所有的日本人去祭拜進國神社 這祭拜進國神社 你都知道每一年 差不多有三萬幾個人 那一天去日本當中的進國神社 進國神社為什麼我們就要去 不是我們一定要去 我們是有需要去 因為中國神社 裡面有我們台灣人 為了第二次世界財政 替保護台灣這些人 三萬九千一百名 台灣的英靈 他的靈位 供奉在那個地方 有些人說 基督教可以去嗎 基督教可以去 因為 靈國神社 和佛教 道教 不一樣 不是說你掐香 他是用手擺 走你 那才我以前的經驗 我們第一次去是三年前 我們去跟靈國神社擺 靈國神社擺的時候 很注意 那一天去的時候 當然我現在說這個 我不是迷信 說清楚 我不是迷信 因為 這個道教 由於是道教 道教 如果跟人跟行中間 交通都用什麼東西 當機嘛 是不是當機 不懂得當機的人拿手 懂得當機的 好 好 當然 以我來說 我是 我不是說相信 但是 我聽聽就好 聽聽 聽聽會覺得 嗯 稍微有道理 因為這是我親自的體會 我們差不多一年去的時候 有150個 去年全國神社 慘拜 有兩個人去黨 所以 因為我普通 對這種事 我不是很相信 但是 有兩個人 一個男子 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 普通 他也不去黨 很奇怪 說去 靈國神社 進去內電 咦 我們台灣民政府 去慘拜 封邀請去內電 什麼叫內電 內電就是 他上街 裡面 日本天皇 在祭祀 在拜拜的地方 去內電 慘拜 我們150個 拜堆 兩個 兩個 當時 當時 起黨 有的人 是知道 這個起黨的情形 就跟 驅風笑 一直打嗝 一直打嗝 描述 一直打嗝 一直打嗝 把他搖牆去旁 去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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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拜託拜託 你不能在這裡 去旁 你在這裡 去旁 很不好看 但是 就沒辦法 聽到說 那是沒辦法動的 不由自主 我發現 去旁 之後 是 三萬 九千一百名 叫英靈 撫心 撫心怎麼說 他說 他說 拜託 你今天 一定要跟日本鐵龍說 讓我們回到台灣 我們很高興 你們 台灣民政府 派人 來第一次 來跟他們參拜 他很感動 所以 希望 他可以對 這150個 可以回到台灣 因為他說 沒有跟日本鐵龍 親家 日本鐵龍 不會運輪他們回來 所以 我們 當然 在參拜的時候 跟日本鐵龍 報告 要讓他們回來 所以也奇怪 他們 回來後 那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號 是我們 頭一次 在這個地方 那裡 就是 忘年會 因為 最後的一天 我們舉辦 我跟你講 我 在座 很多人都有參加 我們在這裡 坐 那一天 冷到什麼程度 你絕對想像不到 這麼多年 都沒有這麼冷 那天 十二月 三四月 冷到 乾淨 因為 那天 日本也很冷 我們去參拜的時候 那天 也是很冷 所以 我在台中 會大家 那裡可以回家的 那樣 所以 這麼年冷 但是我告訴你 很奇怪 這三年 你去參拜 回家的人 當然 有很多 都是年紀 不離大 沒有一個人 身體 發病 你要相信嗎 很奇怪 所以現在 我們一年 要去的時候 很多就是 年紀大的 說要去 要去的時候 我就說 拜託 你年紀這麼大 你又去 有的 我們要走路 所以 我要告訴他 這是什麼 有心 這個 心明的東西 有心就靈 這是聽了 知道 我們要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三萬 九千一百名 真正是 替我們台灣 來過世 我也想說 我們自從 去日本 建國神社參拜 以後 真正是 台灣民政委 國運昌隆 怎麼說 我們一年 我們一年比一年 這個 活動也好 一年比一年 越來越壯大 越來越 整個民政委 造成 越來越龐大 而且 龐大以外 我沒有受到 任何的阻礙 當然 這 我怎麼說 美國軍事政府 在我們後面 沒有 現在開始 有車牌 在走 有車牌的走 有車牌的走 你們怎麼會有車牌 你們怎麼會有車牌 你們如果沒收穩 哪有車牌 把通信買的 聽說 那車牌已經炒到 那個價錢 嚇死人 那個車牌 是這樣 那車牌 紅色的 USMG 美國軍事政府 TCG 台灣民主 還有一個火馬 我們給他發行 一千價錢而已 一千塊 當然是前面 一塊 後面一塊 到怕你為止 已經發行 差不多四五個月 沒有一個 中華民國的警察 把我們開紅袋 甚至 有 長馬 還有一個 童心 卡中的發 他說 哇 我好不容易 等到警察 來給他 阻擋 他說 阻擋他就下來 下來的時候 警察就跟他說 你看看 他說 你要把我開袋 他說 沒有 我沒有把你開袋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說 不可以開紅袋的紅袋 他說 他不要看過 那個紅袋 不能開紅袋 看一看 他建議 他說 你拜託 你跟你們中央說 他也都知道我們 他說知道我們中央 跟你們中央說 跟你們中央說 那承擋 紅袋 白袋 上面 好不好 就是那個紅袋 白袋 白袋 什麼意思 就現在是中華民國 那邊是白袋 我們就是紅袋 他說 你現在紅袋 擋在頭前 白袋 在下袋 他說 對掉好不好 當然也不行 我們台灣民政 有比較大的 你中華民國 要向我們台灣民政府登記 我們沒有向中華民國登記 你不要搞錯 但是有人搞不清楚 有人在外面說 你台灣民政府 有把中華民國登記了嗎 我跟你說 沒有把你登記 他要把我們登記 我們是正統的 我們是正規軍 我們是正規軍 所以你們有收到一張 台灣民政府的那個 做中華民國 來政保 對台灣民政會的示威 你有看到嗎 那張你有看到嗎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怎麼沒有看到 你出去辦的時候 沒有本給你嗎 有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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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本的 你去拿手 你聽起來 什麼沒有本 你給我拿胖子去 來再給他 給他 拿這張 這張 是中華民國內政部 有人問說 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違法 是不是詐騙組織 我告訴你 那個事宜就是 裡面寫得很好 但是中華民國 內政部 對台灣民政府 解釋是什麼 這個組織呢 不是 非法組織 他沒有跟你說合法 怎麼說 我們沒有跟他登記 但是我們不是非法組織 中華民國 依然來說是非法組織 他如果跟我們登記 我們說他是非法組織 所以這張 沒有拿到你的身份 有比 什麼人 剛才跟你說 這個台灣民政府 是非法組織 你拿這張看 刷下去 還有一個簡單 你可以打一個電話 那個 內政部的警察局 有一個詐騙集團的電話 有嗎 165對不對 很簡單 你說你卡一個電話 問165 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詐騙集團 就知道了 對不對 對 台灣民政府 我再跟你說一次 不是詐騙集團 來 這我每一次都要問 台灣民政府 有跟你募款嗎 如果有跟你募款 請你牽手 台灣民政府 如果沒有跟你募款 請你牽手 沒有人 沒牽手 有人沒牽手 好 謝謝 我們沒有跟你募過款 我們也不需要跟你募款 你會說 台灣民政府的自衛道來 台灣民政府的自衛道來 我們4月28號 記得喔 你現在回去 你可以跟我說 4月28號 我們在自由時報 頭版 要訂一個半版的 台灣民政府的廣告 給大家看 所以呢 你回去的時候 你在外面跟人家說的時候 你們可以跟他們說 台灣民政府 是一個按照國際法 戰爭法 所成立的 被占領地區人民自己 所組成的政府 用以名叫做 台灣西部 政府 西部就是什麼 平民還是說民事政府 所以今天呢 我們像中島周遊 中島周遊 我們會去拍照 拍照的時候 大家都要來 大家都要來拍照 你現在拍照之後 可能經過一個月兩個月 醫療 我們會有一個點招 這個點招就是什麼 就是說 確定 你回家的醫療 想想的 你願意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你願意擔任 台灣民政府的政府的官員 你如果願意 你就回來點招 你願意 你就回來點招 這是我們差不多 結業醫療的 差不多一兩個月 會發生的事情 再來呢 要向各位說 就是 下下個禮拜 我們有一個 就叫做 黑熊部隊 黑熊部隊的點招 我們在座各位 較年輕的這些 東西 可以來參加 黑熊部隊的點招 這個黑熊部隊 不是拿槍的部隊 不是拿槍的 我先跟你說 這是什麼部隊 就是後來 我們執政醫院 這些黑熊的人 可以派去 全台灣所有的 警察總局 去做 督察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執政的時候 我們沒有馬上 沒辦法馬上訓練警察 你沒辦法訓練警察 要怎麼辦 我們還是一樣 這些警察 我們要控制 這些警察控制 要怎麼控制 我們派黑熊部隊 去做督察 督察的管理很大 你可以 如果說 警察局長 不聽你的命令 你可以當場 撤換他 為什麼 我們的督察 會控制 整個 以這個 所謂的 警察人員的 人事 和他的經費 所以歡迎各位 參加 這個 因為 你知道我們現在 現時 中華民國警察都很年輕 我們的黑熊 你如果參加黑熊 我希望 比較年輕 因為有時候會跑步 你如果 你這麼大的跑步 可能跑不贏 所以 所以 盡量 好年輕 我知道 我們這幾 每一幾 都有一些 現役軍人 職業軍人 來參加 我們也歡迎你 參加黑熊 當然你 你做現役軍人 現時 你部隊裡面 不一定可以出來 你可以 我們電照的時候 盡量 禁拜六 禁拜天 你們休假的時候 電照 我想 因為現在 很注意 尤其我們法理學院 已經參加有現役的軍人 有很多參加 我們現在現役軍人參加我們的 這個結訓的階級最高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要邀請嗎 中將 那裡是部隊的 做蘇聯主管 所以 司法人員 也有在我們這裡受訓 已經有20個 所以 你要知道 我們不是非法的 我們是完全合乎國際法的組織的團體 有很多台灣人傻傻 你還要放在那裡 我不知道是宜弘軍還是我們弘軍 如果要放在那裡 你不用擔心 先抓我去拔 對不對 我以為兩千空人年到今天 我都好好站在這裡 每個禮拜就在上課 每個禮拜就在說台灣民政法 每個禮拜都在說法理論順 怎麼我們會被抓去關呢 因為台灣人 在一級數目到一級數級的時候 中國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不會說 國民黨將台灣人分成三個階段對付 第一個階段 那個時候他怎麼呢 國民黨將台灣人動作日本人 其實我們是日本人 你們有想過法理論順都知道 我們是日本人啊 1946年1月12號 用人事命令 行政命令 將我們台灣人集體 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美國和英國都抗議三次 所以到今天 全世界沒有理想念 你台灣人是中國人 因為 我們普通就是本國籍 怎麼可以 不可以 把我 馬上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把他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我問國籍 你有同意 讓他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請你拿手 你沒有同意的請你拿手 這樣好你都不用做 你可以做台灣人 這很簡單的事情嘛 這法理是這樣規定嘛 我們沒有同意 沒有志願 也沒有志願 也不合法 我們不願意當成中華民國的人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什麼 中國 對不對 中華民國簡稱中國你知道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 中華民國 我說一次喔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簡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中國 你會表現嗎 我們這麼多年 沒人知道 我怎麼知道 我跟你們說 我那時候 在中國在辦學的時候 有一次是理政委身世 跟那時候 國民大會的副議長和我 代表李登輝先生 曾經跟中國的 他們的中央談判過 談判的時候 他們 我們 我們 謝先生 因為是副議長 他說 你回去跟李登輝說 中華民國可不可以改名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來改名 他就問說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改什麼名 中華民國改成中華民國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叫四字就叫中華民國 那你中華民國改名中國 那現在叫來 往中華民國之後 又變成中國 所以 中華民國的中軍 尤其那些中國人 去中國 他怎麼說 國軍跟解放軍 都是中國軍 我們怎麼騙去呢 我們政策反攻抗惡 殺豬拔毛 什麼跟大小小 你不愛 你那些中國人說 要跟中國 要跟中國親 要跟中國合併去 他們說 我們有那種受騙的感覺 所以第一階段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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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將台灣人 當日本人 實際台灣人 比較是日本人 那時候政府跟他叫 他的秘密檔 他在說什麼 他跟麥克阿斯公 我希望 這個台灣 那時候六百萬的人口而已 把這六百萬的人口 都用純 給他載去日本 麥克阿斯公 你去什麼 建政剛才結束 我怎麼有那麼多純 他載 蘇聯就這樣做 北方四島 蘇聯 在那個要結束建政的頭前兩天 在1945年的 8月8號的時候 他跟他進軍 北方四島 佔北方四島 他從北方四島 上面 一萬三千人的日本人 都總用純 載去日本本土 載去日本本土 那四個島就變成什麼 沒人 沒人 他就宣告說 這個四個島是無人島 無人島 蘇聯 在他撿 在國際法裡面 沒人島 如果三個人先撿 三個人選擇 就是他的 所以今天 北方四島 蘇聯 站著外行 日本 就一直討 三年前 我記得三年前 蘇聯 有一個 震爆的 那個記者 兩個記者 來訪問我們 他不是說 我這個 戰爭法 我寫得非常多 來訪問 訪問的時候 問這個 有關戰爭法 我的研究 什麼時候 他們嚇到 他們說 蛤 啊 北方四島 一定要行 我一定要反 你如果不反 這是違反戰爭法 你跌得太久 也是 因為戰爭 不得移轉 主權 你一定要反 那兩個記者 跟他拜託 你不要跟日本人講 我們邀請去 蘇聯訪問 我說 我已經說了 你要怎樣 他們說 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邀請 你叫蘇聯訪問 因為他們想說 我所做的 結論 結晶 可以讓他們 我已經說了 沒辦法 等於他沒有 他就發表什麼 跟中國說 也跟日本說 他說 北方四島 可以反給日本 但是我們希望 行一半 四顆島 行一半兩顆 他們自己留兩顆 問日本說 這樣好不好 跟中國說 蝦子島 蝦子島是他們摘的 蘇聯去摘的 跟中國說 蝦子島 因為蝦子島 聽說那個島是 差不多台灣這麼大 你說 我們還你一半 另外一半 看我 這樣 這個蝦子島 江澤民 他同意 江澤民說 哇 要討就討不到 現在要承你一半 好好好 我幫你簽 各位公蝦子 他簽下去 我就跟你說 你簽下去 因為簽領不能以專注款 你簽更久 你就要承 好像不像 加薩走廊 以色列六日戰爭 去他簽 加薩走廊 簽下去 簽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他跟移民 跟臀肯 跟起床 移民 三十八年 他要 全世界 國際上的武力改功 你要離開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就要這樣 以色列撤退 沒辦法 因為世界沒有跟你生業 所以他撤退 但是蝦子島 江澤民 土耳民 他就行一半 但日本呢 我就建議 我絕對不能同意 四列島 隆重要行 因為四列島的情形 他不說跟臺灣 完全一樣 在法理上 跟臺灣一樣 臺灣是今天中華民國跟你簽領 你變煩惱 其實 我們只要 混亂的人 超過四千人 以後 參加電灶 超過四千人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有顧美國 你美國已經打過來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跟美國講 美國軍事 各方不說 你要把臺灣的管轄權 占領權還給我們 所以你中華民國一定要離開 所以三年前開始美國跟中華民國施壓 所以讓中華民國開始準備要撤退 我跟你講 我高級 我們的速度 一直到持續到今年年底 我們四千名 應該會達到 如果達到的時候 中華民國一離開 所以我算名算出來 中華民國差不多 二千零十五年 國國就沒名的那樣 你不相信嗎 相信的 接受 好 我跟你說 你外面的人怎麼說 那是他們的事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說 國際法 是唯一 可以挽救 臺灣人的命運的一個法律 國際法律 要不要用多用青 沒有 各位 我請問各位 誰控告美國 誰 誰 有人不敢說 你覺得林智鎮控告美國走走 我們控告美國走走 不錯 現在你們都有討論 我是代表臺灣民進行控告 所以我們來受訓 就是我們大家控告美國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所以你後面 你從何後跟我們說 南控告美國 他說 怎麼是誰 你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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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當時去控告美國 怎麼那麼厲害 因為我參加臺灣民進行 我們共同行控告美國 很厲害 唯一 貴 沒有一定會跟他講 唯一貴 那我們也不敢說 唯一貴 你 貴 不敢說 英語嗎 各位 集團英語的 行李 都是集團英語 中央 中国台北什么意思 中国对不对 那如果中国比较少就说中华 台北是什么 台北 中国台北 中国台北 或叫做中华台北 中国台北 中华台北 是台湾人的名字 No 中国台北就是说 中国台北就是流亡 政府在台北 流亡政府只有能够在城市 不能在一个地区 不能说Chinese Taiwan 不行 国际法的规定 似乎是伦敦 当时的法国流亡在伦敦 叫做French London 比利时流亡在伦敦 也叫做Brigin London 韩国流亡在上海 Korea Shanghai 所以Chinese Taipei 是它中华民国的名字 Chinese Taipei 不是我们的名字 所以如果Chinese Taipei 在世界的比赛里面 得到冠军 你不能高兴 那不是我们 有一年 我们要收分 打洋球 洋球 就放了 晚上 大家在看电视 你知道刚刚好 Chinese Taipei 跟日本队在打 哇 日本队 日本队 说一句 侯文人 侯文人 有权力打 现在这看 那些东西 大家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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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有啦 各位 那场比赛是什么人贏了 我们贏啦 Chinese Taipei 不是台湾堆 Chinese Taipei 是中华民国的堆 我们台湾人 替他打的 我们输啊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日本堆 所以日本堆贏 所以我跟大家说 你自己做什么 我们贏 你不会拍手 我不是在看看う呢 我ạo că 看JA 看瑶菜黑到了 大家的 啊 啊 塞一个 后拍 你才 testimonial 到 Try aya 你看电视 也在项窑 心想让台人说 我们不是妈妈 不然这个日本人 不是这个 这个日本人 你不要搞错 喔 秘书长说 我们是日本人 赶快来去申请护照 又要拿日本护照 No 我们的日本人 日本国际是什么国际 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大日本帝国 以前那个大日本 听到没有 现在这个日本是什么 是不一样 现在这个日本去麦克拉斯修改宪法 已经变成不是过去的大日本帝国 所以我们现在 只要日本天皇存在 记得日本天皇只要这个人存在 大日本帝国就存在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来地 这个方向在努力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 这个我们自己的国家 因为参加建经 二次世界战斐 日本天皇全部导航 所以日本天皇就在和平台海第一条 米 放弃国事的权利 从国事前国家的事 交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在这组 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是什么政府 就是烂 台湾民政府 刚开始我们就叫台湾民政府 但是等到我们接掌政权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改为叫做台湾两个字 在台湾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国家 但这个国家呢 不是因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像什么 不像波多尼克 波多尼克在国际上去参加 那个国际组织用什么名 波多尼克 我们后来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用什么名 台湾 到那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能够走上 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的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会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就不用 一天一天不去听中国在那些草皮 说要是要跟我们管 没那些事情 当然了 我们最后 尤其是国际班 我们的工师 我们的教授们 会跟各位说到国家上学 因为时间有稍微超过了 我们现在过来是台中酒店的课 郑州党的课 来 多谢各位 谢谢